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不但要帶大家 挑戰新興的水上活動 同時還有好多流口水的 眷村美食要跟你分享 所以準備好你的膽量 還有肚皮 我們一起湧窗左營區 左營的眷村美食 食物也數不清 隨便一間都好吃到要掉眼淚 導演讓工作人員 餓了兩個小時的肚子 我現在吃到這個麵 它還是Q的 酸菜 跟裡面的豆干 還有豆子好好吃喔 夾蛋燒餅裡面 感覺好燙喔 皮壓就是你吃進去的時候 就會想到自己姐姐 那個非常酥彩的皮膚 就是很滑溜的那種感覺 超熱血懶神滑水 挑戰技巧也挑戰體能 出發 有 出來的 出發 出發 這樣子一圈下來 我頭…手快要這樣 左營區 算是高雄發展非常早的一塊區域 所以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很多深厚的文化 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有來過南部新訓中心的朋友 還有當過兵的朋友 還有眷村的子弟 都會覺得很熟悉 就是我們左營的營區 有沒有看到中正堂 以前看電影就是在這裡面的 另外一邊 則是以前的軍官俱樂部 大家在這裡唱歌 跳舞 放鬆 就在那裡 但是現在軍官俱樂部 已經不是軍官俱樂部了 但裡面呢 其實比以前還要豐富 因為有非常棒的美食 在裡頭等著我們 要帶大家一起去探索 若問左營人 哪間餐廳適合朋友聚餐 10個人裡 有9個會推薦這一間 不管平日還是假日 生意都搶搶滾 聽說過年期間 顧客還會多到 得在戶外露天開桌呢 有人說眷村子弟的嘴特別雕 我不得不告訴大家 身為一個眷村子弟 沒錯 就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眷村當中 你的美食一定要夠讚 才可以一開好多年 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 非常道地的東北酸菜白肉鍋 而且它不只味道道地 它連煮食的方式 都非常的傳統 是用這個燒炭的白鐵鍋來煮的 裡面的酸白菜是精髓 你們現在這個酸白菜 還是堅持不加醋 我們酸白菜的醃法 我們保持用傳統的作法 就是用老滷汁下去醃製 我們堅持一定要自然發酵 老滷汁這個好耶 十幾年的老滷汁 等一下可以跟你投一天回去嗎 可以…沒有問題 答應我了 那我就先吃一下酸白菜 酸白菜 你如果醃得好的話 它久煮不爛 真的久煮不爛 好脆喔 當然就是酸白菜 它裡面還是會這樣子軟嫩軟嫩 可是它外面那個脆度 還是非常的好 而且我跟你說 這個味道真的是全台灣 我吃過最好吃的一個 酸白菜白肉鍋 還有酸白菜 完完全全不會有嗆鼻的味道 而且這個湯口 只要是自然發酵的 它喝起來非常的溫潤 而且這個帶點酸香味 很好喝 我跟你講真的是一進去 對啊 整個就是 這樣子 五臟六肺全部暖起來 就好像一股暖流進去之後 真的好清爽好舒服喔 妳要再吃點這個肉片 吃一個肉片 常常吃酸白菜鍋的時候 配的都是豆腐乳醬 可是這裡配的是芝麻醬 這也是很正宗的 東北或是北方吃法 然後王大哥他們放蔥 你看看這個芝麻醬裡面的蔥 有多滿滿到不行好不好 這個肉 你煮那麼久還帶點酸味 還沒有入口就先融化了 好… 我剛剛只是放進去 我肉的前端一點點 剛接觸到我的小嘴唇 就已經覺得好香喔 入口的那一刻 真的是一陣撲鼻而來 所有所有的味道 你一次都可以聞得到 還沒入口之前 你就會先醒一下 然後一進去之後 又超好吃的 今天大概要胖個5公斤回去 我想 不過你們還有一點很特別 就是一般大家會講說 吃這個火鍋的時候 都是搭配譬如麵線 或者是一些片條 魚龍麵 白飯 你們是搭配牛肉餡餅 牛肉捲餅 牛肉捲餅 這個捲餅它的特色 就是你外酥內卵 你如果是兩邊煎的 都是金黃色的話 酥的話它就沒辦法爆底 會碎掉對不對 會碎掉 吃起來很對味 我剛剛顧著吃餅皮 現在吃到牛肉 跟裡面的美乃滋 非常非常配 所以牛肉香也非常的濃郁 然後又跟這個湯搭起來 我跟你說 鑽村人吃飯就是這樣 你一邊再吃它 就一邊幫你挖… 就要讓你的碗子 是滿的狀態就對了 雖然說酸白菜鍋配捲餅 是這裡的招牌吃法 可是琳琅滿目的小菜 也讓人愛不釋手耶 涼拌菜 牛菜 醉雞 都是道地鑽村味 一口小菜 一口酸白菜湯 每一道都好搭 不得了… 酸菜白肉鍋已經這麼好吃了 然後這邊竟然還有一碗 來頭不小的牛肉麵 這是我們2009年台北牛肉麵節 冠軍紅燒牛肉麵 也是出自王大哥之手 王大哥你怎麼什麼都會做 沒有 當初我們店裡面就是有賣牛肉麵 我們最愛的這個麵條 我們是用手工的包銷麵 對 我最喜歡吃這種 我小時候超愛吃這種 削的刀削麵 對…而且麵是現小的 然後這個肉部分 我們是採用澳洲的小牛腱 因為小牛腱它肉質比較嫩 而且牛筋的溫度比較筋硬 我不得不告訴大家 一個好的刀削麵是怎麼樣呢 這是我們拍攝拍了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這碗麵泡在這邊 因為剛剛先拍特寫 我現在夾起來它還是Q的 它還是彈牙的 還是非常有厚度的 然後咬進去都沒有軟爛的感覺 一點軟爛感都沒有 你說厲不厲害 泡了兩個小時內 我真的不誇張 我們是不是從走進來 拍到現在差不多兩個小時 還有兩個小時 對不對 導演讓工作人員 餓了兩個小時的肚子 我現在吃到這個麵 它還是Q的 它還是Q的對不對 再給我嚐一塊牛肉看看 你看看 你看那個厚度 厚成這個樣子 這麼厚的牛肉 我剛想像已經是那種 咬進去之後 你可能要撕一下 沒有… 入口就化掉了 入口就會化掉了 很嫩 非常非常嫩 真材實料的好味道 讓餐廳即使平常日中午 也擠滿人潮 夏日要前往常美味的朋友 千萬要有排隊的心理準備喔 你知道在高雄 因為天氣很炎熱 所以有時候我們一定要在高雄 有一些口袋名單 是讓你吃冰消暑的 而且這個口袋名單 你的冰品一定是要 夠健康 夠天然 然後環境衛生要很讚 這個在地人就有給我推薦了 澳門工作人員 你看工作人員 還在這邊收縣很辛苦有沒有 我來幫大家買飲料 請大家喝飲料 好 導演你等一下要喝什麼 隨便啦 隨便 隨便 好 隨便這個答案很常出現 攝影助理要喝什麼 也隨便 也隨便 都隨便 攝影師呢 攝影師要喝什麼 我也隨便好了 隨便好了 現代人都這麼隨便就對了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不要怪我 老闆 四非隨便 妳要隨便嗎 好 裡面坐喔 真的有 有喔 裡面請 那隨便裡面加的是 我隨便泡妳就隨便喝 對 為什麼你們沒有這一樣東西 因為隨性的做泡飲料 都是泡出你們比較特色的 不一樣的跟你們喝 所以客人來真的可以 隨便點就對了 可以 那你每天調的隨便有一樣嗎 對 不一定喔 所以是看你今天心情怎麼樣 對 客人心情怎麼樣 看老闆今天什麼東西煮得多一點 可能就隨便有什麼就對了 對 對 這間冰品店以新鮮 古早味為特色 十分受當地人喜愛 品項選擇相當多 但就是因為每樣都好吃 讓客人常常不知道要點什麼 於是就有了隨便這個選項 而且每天的隨便都還不一樣 你好 妳的隨便來了 謝謝 請慢用 真的做得出來隨便耶 而且料還不少耶 給我來喝喝看 所以以後呢 你來到這邊啊 如果你真的無法決定要喝什麼的話 你就來第一杯 隨便 這樣子呢 你也不但可以享受一種 未知的樂趣 同時你還可以解決 你不知道要喝什麼的煩惱 有粉圓 小粉圓 味道還不錯耶 挺好喝的 小粉圓 大粉圓 還有綠豆 蒟蒻 我有吃到 而且是各種口味的蒟蒻 然後仙草 然後汁的部分 然後是那種清爽的 而且像古早味淡淡的糖水甜 很好喝耶 但是我現在跟你們介紹 這些有什麼用呢 因為下一次你們來喝到的隨便 還是跟我不一樣啊 隨便調 隨便好喝 秘訣就在於 每到用料都要用心準備 自己熬煮配料也就算了 就連芋圓和地瓜圓 他們也堅持每天現場手工製作 就是要讓客人吃到最好 最健康的冰品 招牌豆圓 黑糖冰 他們這一碗真的非常非常豐富 裡面什麼料都有 你看有粉圓 有芋圓 有地瓜圓 有仙草 有抹茶凍 然後有燕麥 紅豆 另外還給你一顆奶球 你可以自己加 是不是很划算什麼都吃得到 而且它每一個配料 看起來都非常的新鮮 老闆剛剛有特別推薦 他們家的仙草 就他說這個仙草 可不是那種工廠做好的 或者是市場買的 完全都是他們自製的 他們這個黑糖水 也是自己熬煮的 而且熬煮的過程非常的費工 真的好清爽 我沒有吃過這麼清爽的黑糖冰 它這個吃下去 就是有一種解渴的感覺 很解渴 是清香的 清爽的 吃冰也可以這麼養生 你沒想到吧 這間冰品用的黑糖漿 強調古早製法 由黑糖 紅糖 冰糖 一起拌炒製成 所以不會有甜蜜感 是真正能解渴消暑的 有了這樣的用心小店 吃冰都吃得健康又放心 在高雄又度過熱情 有活力的一天 就要從早餐開始 講到左營區的這一間 經營到第三代的早餐店 真的是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 而且你看一大清早 它就有這麼多人在排隊了 雖然說它經營到三代 然後是非常傳統的老口味 可是它也有傳統 跟創意的新式結合 至於怎麼結合待會兒告訴大家 不過在走進去之前 我們要鳴記主持人有一句格言 為了不得罪鄉親 我們一定要把它記在心裡 那就是 我沒有要插隊 我要找老闆 不好意思囉 我沒有要插隊 我要找老闆 我沒有要插隊 我要找老闆 我沒有要插隊 我要找老闆 老闆好 王大哥嘛對不對 對… 你看王大哥他們做燒餅 都還是遵循這種很傳統的方式 就是他們會先把餅皮這樣子 弄成一圈 然後再把它擀開 因為這樣子等一下吃到燒餅裡面 才會有一層一層的脆度對不對 對 一方面是一層一層的那種層次 然後另外的話 你擀過來擀過去了之後 它的Q度也會增加 你這樣鬆彈就對了 對… 炒酥油 擀麵糰 用傳統做法 凸顯燒餅本身的口感 但是裡面的夾料卻很創新 不是搭配一般的油條 而是把各種自製小菜夾進去 變成口袋燒餅 想夾什麼 任君選擇 也成為他們最大的特點 所以待會我要點什麼口味 王大哥 有建議嗎 第一次來吃的話 最好你就乾脆點個總會 總會就是什麼都有是不是 總會的話又有黑輪又有蛋 好 然後又有菜 酸菜 蘿蔔乾 脆筍 酸黃瓜 還有最特別的就是黑輪 王大哥說以前在眷村 對小孩子而言 黑輪是奢侈的零嘴 現在把它夾進燒餅裡 吃的是口感也是回憶 總會燒餅拿到了 非常驚人的份量 你看這個厚度 你看裡面它夾的那些料 雖然夾料可是不是一點點 就是能塞多滿它就塞多滿 好像快要把燒餅撐破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飽飽的耶 感覺營養非常非常的均衡 我覺得這個很棒 好香喔 好好吃喔 一口咬下去啊 我覺得他們夾菜的那個方式 你如果從側邊咬的話 一口就是吃得到全部的東西 好吃到你要 掉眼淚 真的 真的好特別要掉眼淚 酸菜 跟裡面的豆干 還有豆子 好好吃喔 然後有那個蘿蔔乾 是很傳統很傳統的古早味 夾在燒餅裡面好搭喔 真的是值得 好不好 排在酒都值得 它裡面那個黑輪啊 雖然說厚度不是非常的厚 可是真的是畫龍點睛的精髓 就是它有那個黑輪的香氣 然後鬆鬆的 跟那個燒餅一層一層的口感 加在一起 你會覺得好搭 好推薦喔 當早餐夠營養 當中餐夠飽足 吃了這一份營養又飽足的 燒餅之後 感覺更有精神和活力 可以邁開大步 去尋找我們的下一站 那裡可是有城市綠洲的稱號喔 走進這間國際繪館的大釘 你會感覺到它不僅是很氣派 然後整個裝潢非常有時尚感 其實真的也是可以感受得到 它之所以叫做 城市綠洲的原因 因為你看它整片的窗戶 四周圍 其實那個採光非常的好 那種感覺真的就是 它讓你可以完全地放鬆 然後我現在不能講太多 我很緊張 因為你知道他們家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在那邊 就是這間國際繪館 他們家的麵包非常非常的有名 幾乎可以說是秒殺麵包 每天早上11點跟下午1點鐘 限量推出 而且是熱騰騰騰騰騰的 端上這個駕掌 跟大家分享 他們家有兩樣東西 是非常非常受歡迎的 還有… 剩下最後兩個 這個紅酒怪獵麵包 然後剩這路兩個有沒有 趕快把它拿起來 你看這個份量有多大 有多重啊 天啊 除了紅酒桂園 另一款酒釀莓果 也是秒殺型的人氣麵包 看看這個排隊人潮 手腳不快點都不行 熟客們都說 他們家麵包原料新鮮 真材實料 加上價格相當平實 所以已試成主顧 看來不只住宿的客人 許多在地人也會算好出爐時間 專程前來採購呢 他們家的麵包真的分量十足 有夠紮實 你舉在手上舉久了 手都會酸 而且一整個麵包這樣子 比我的臉還要大 可是因為我臉比較小 所以比我大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這個麵包 比我們導演的臉也還要大 有沒有 這樣子就了不起了吧 而且還比導演的臉大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它比我們兩個的臉加在一起 都還要大喔 是不是這種分量 真的是巨人吃的麵包 然後其實它切開之後 那個香氣又更濃郁了 因為剛剛在夾的時候 其實就不停的聞到麵包香 這樣子一直撲鼻而來 然後現在切開之後 桂圓的香氣非常非常的濃 即便是我還沒有吃 我都聞到了 有沒有 你看 連切開之後都還是這麼大 好好吃喔 雙重完美 一個麵包你如果吃進去的時候 吃到它的美味跟香氣 是第一層完美 但是因為麵包 它是澱粉類的食物 後面它會有那個澱粉的淡淡甜味 跟一些原料 它慢慢發出來那個香味 又再冒出來的話 那叫第二重完美 它們家的麵包 麵包是雙重完美 然後它的桂圓乾非常好吃 就像我們自己在剝桂圓 剛剝開吃進去的那個果肉一樣 剝蓉醃果肉有沒有 那麼的新鮮 裡面的堅果類 也都非常非常的脆 所以又很好嚼 可是你也會覺得 咬起來怎麼一直有滋味 一直有滋味 非常棒耶 有嚼勁 香氣夠 紮實感絕佳 但是鬆彈祕食的感覺 也一點都不少 而且不管哪種口味 麵包裡的和果 果乾 入口都非常新鮮 跟一般用了香料的麵包 完全不同 吃起來就是舒服又自然 這點和會館秉持的風格 不謀而合 從大廳空間到房間 它們秉持的原則就是舒適自然 看到玄關這麼大 就知道我們今天這個房間 不同凡小總統套房 空間有沒有超福利堂皇的 然後它整個空間色調 我非常的喜歡 因為它色調其實很暖色系 當然配一點點的金 我們金色不要用太多 用太多就俗氣了 一點點的金 然後配上比較暖色調的米 這樣搭起來就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它在一個很有格調的 程度之下 讓你感受到 它本身的尊惠尊容 另外這個房間裡面 最棒最棒的就是 你看這麼大的窗戶 窗戶外面 連池台的景色一覽無遺 從左到右右到左 看得超清楚的 完全就是一個了解高雄的方式 房間裡面其實也很有看頭 因為它的那個街景 不是只有你在客廳看得到 房間裡也一樣 有這樣子的大窗戶 你可以隨時觀賞景色 採光也非常的好 另外這個地方 很大… 很大的浴室 大到什麼情況呢 大到你在這邊喊 它還會有回聲喔 又不… 會館的所有方形 都大量引進自然光 配上室內柔和的顏色 希望即便處在城市裡 也能讓住客充分放鬆 就算是商務客 也可以到溫馨的閱讀區 健身房或游泳池 好好舒緩一下心情 充寶店再出發 我跟妳說什麼法拉利雙 飛藍寶堅迷 根本不算什麼 要開這一台才叫帥氣好不好 而且這可是全台灣 唯一一台跑車型的 要來到我們高雄 在高雄呢 也是我們全台灣 唯一一間的智協觀光工廠 你才有辦法開到這一台 薛大哥好 館姐妳好 薛大哥我帥不帥 帥 我有沒有巨星架式 有 好 不過也是要來到這邊 才有機會體驗到 聽說這個是真皮的 對啊 這個是真皮一身一針 紅起來的 所以跟真正的智協一樣 這一台智協的大車 也是跟智協的功啊 智協的作法 要很用心很認真的去做 對啊 你看要設計比例那麼大的 就代表我們的設計力 創新力 我們的能力 這台運動鞋電動車 是台灣第一間 智協觀光工廠的活動招牌 它象徵的是早期一針一線 縫製鞋子的用心 也是百分百MIT的堅持 在這裡 智協過程全程透明化 一邊了解鞋子的歷史眼鏡 一邊還可以認識 每天陪伴我們的腳底夥伴 究竟是怎麼製成的 一雙好鞋從設計開始 就要處處到位 而且現在消費者不是只要好穿 還要好看對不對 對 這一雙鞋你看看 也非常符合流行趨勢喔 之前黃色想要來高雄的時候 居大哥你們也有符合時事潮流喔 對啊 跟著時代跑一下 所以其實在設計這個部分 你們是有很寬的空間 可以去嘗試的 對 現在我們公司有規劃 可以來自己設計 我們自己設計有兩方面 一個可以在電腦上 一個可以自己來手繪 手繪設計喔 對啊 這個就是給消費者 你看我們有板子出來 可以他自己去除壓 要怎麼設計他的主題 然後設計好了 然後傳到我們的電腦 到我們的印刷 就把它印出來 你看像這一雙就是這樣啊 這雙就是消費者設計的嗎 對啊 這個你看 對 它設計它的圖層 然後我們就把它做成鞋子這樣 設計是製造鞋子的 第一個基本步驟 隨著技術的進步 鞋子的外型越來越多樣 越來越時尚 更出現了專屬的客製化服務 不過設計所指的 不單單是外型 包括鞋款的功能 鞋子的材質 都是設計的一部分 鞋底 鞋面 鞋扣 鞋跟 一雙鞋子不同的部位 需要的材料也大不相同 而挑選好材料之後 就會進入裁斷 切割 縫製等步驟 因為科技進步 電腦和雷射 可以讓開發和打樣更輕鬆 但是也有許多細節 還是得靠手工 要完成一雙鞋真的不簡單 你看像這樣子 好像一雙鞋的形狀 已經大肆出來了 不過好像真正最重要的是毒 要把它弄出那個鞋子的形狀來 對不對 科大哥 對 隨便 這個樓下隨便做好了 把它三樓要把它結一方 然後結一方就看這邊的 從油枕 用箭頭把它攪在鞋子上 你們叫背鞋啊這樣子 背鞋啊 背鞋就對了 但這個步驟很重要 不過更正確來說 應該是每一個步驟很重要 因為背完之後 這個就是最後成型的樣子了 對不對 對 像這個就是鞋子 看在這個線頭上 你看就 這是這一雙鞋子的設計的外觀 然後再最後把它貼緊貼好了 然後就一雙鞋子就可以了 透過觀光工廠 全程透明化的參觀 忽然覺得一雙鞋 承載了好多人的用心 對足下的這個好夥伴 忍不住多了許多感恩 而且一雙鞋的好壞 也會間接影響我們的健康 在觀光工廠裡就有 足部健康管理中心 可以去學學如何善待雙腳 觀光工廠服務太好 因為本身觀光工廠很大 所以走一走腳很痠 我知道 薛大哥看這個樣子 你就是要幫我安排腳底按摩 對不對 不是啦 不是嗎 我這邊不是腳底按摩 是腳底按摩只是治標 這個是要幫你做腳的健康檢查 腳也可以做健康檢查 對啊 等一下我們主事會幫你來掃描 看你的腳是屬於哪一組的 那這樣子從我腳上 不就可以看出很多我的秘密嗎 會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啦 所以我身體哪裡不好 等一下主任都看得出來就對了 這麼多 拜託你保留一點 好… 好… 女孩子還是要留一點給人家探聽 你覺得屬於高公主 什麼叫高公主 聽起來好像很威耶 高公主就說你這邊 就像我們這個地方都是足蹦嘛 對 然後你高起來 你腳可以整個是蹦跌的 所以我這邊懸空的意思就對了 對… 所以你整個接觸病院的面積 就變比較少了 所以就比較容易重心復活 好… 難怪我常跌倒啊 原來是這樣子 向來只有聽過身體健康檢查 沒想到足部也可以做健康檢查吧 因為每個人的足形 站姿 走路方式 統統不一樣 透過檢視更可以挑到適合自己的鞋喔 觀光工廠更設計了頂樓運動場 挑了鞋上去跑跑跳跳 就可以馬上知道舒不舒服呢 有沒有很特別 明明是智鞋觀光工廠 可是竟然在工廠的樓上 還有這樣子的一個運動場 所以你可以上來在高樓層的地方 打籃球啦或者是跑步啊 我覺得相當別緻 但重點就是 如果你要了一雙新鞋 你馬上就可以上來運動 看一下說你的鞋子究竟適不適合你 我覺得是非常貼心 這種貼心其實就是我們高手 也是台灣人的精神 傳球… 一般我們在尋找美食的時候 都會以它是不是老店 來做一個標準 可是我告訴你 我們還有兩個秘訣 除了老店之外呢 第二個秘訣就是它在市場裡面 第三個秘訣呢 就是它營業時間很長 像我們現在要帶大家 去尋找的這間餛飩店啊 它就在左營第二公有市場 因為公有市場裡面 都是傳統小吃 而且它的營業時間 是從早上6點到凌晨的24點 你說這麼長的營業時間 每一個時段都要人潮滿滿 是不是很難 這就表示呢 一定有很吸引人的地方 這個餛飩店的老闆娘就在這邊 阿嬤好 阿嬤… 你做便室做幾年了 差不多四十年了 四十年了 一開始的時候是教什麼人學了 教一個那個 在跟日本人煮這些師傅 他告訴我 師傅教你的就對了 對啦 包到那裡 你幾年幾歲了 我還有兩歲就九十年了 阿嬤精神好好喔 你看 88 88耶 在兩年就九十了 還可以這樣子包餛飩 包好吃的餛飩給大家吃 阿嬤他們這邊就是賣一樣東西 就只有賣餛飩 賣餛飩可以賣到6點到晚上24點 可見你看有多吸引人 不對啊 阿嬤騙我耶 她說只有賣餛飩一樣 明明就有五樣啊 哪五樣 餛飩小碗 餛飩大碗 餛飩加蛋小碗 餛飩加蛋大碗 還有生餛飩美盒起司啊 明明就有五樣 阿嬤說一下 那我要一個餛飩大碗加蛋好了 好 謝謝喔 謝謝 由阿嬤創立 這間餛飩店已經傳承到第二代了 依舊堅持只賣餛飩 新鮮現包的餛飩 配上大骨熬成的湯底 可是在地人 從小吃到大的記憶呢 來 謝謝大姐 謝謝 謝謝 看起來好讚喔 裡面這個肉一定要夠飽滿 它才會有這種透出來 透出來的顏色有沒有 看起來就很讚 我先來嘗一下 我跟妳說 它的皮啊 非常非常的Q彈 它外面那個皮有一點點像 水晶餃那種感覺 然後它那個皮啊 就是妳吃進去的時候會 很像智琳姐姐在妳身邊 妳就會想到智琳姐姐 那個非常Q彈的皮膚 同時妳心裡會想起一個旋律 就是我們常常唱那個童謠 大哥哥好不好 我們去捉泥車有沒有 就是很滑溜的那種感覺 好像在捉泥車一樣 然後裡面的肉香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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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濃 另外我跟你說 這個榨菜 大姐剛剛說 是他們家的精髓 所以妳一定要喝湯的時候 連榨菜一起 很好吃 大菜好好吃喔 又脆鹹度又恰到好處 真的是那種阿嬤 才做出來的口味 非常有古早味 然後不會是那種死鹹死鹹的 是清香 清香裡面淡淡的鹹 這個讚 蛋包 我個人是推薦一定要加蛋包 而且如果你敢吃的話 你可以吃那個半熟的蛋包 因為裡面的蛋黃 還會是硬撞的 怎麼這麼厲害 我跟你說 你吃完蛋包之後 你闖到那個蛋液的香對不對 這時候趕快把它放到湯裡面 然後這樣子攪開 然後再喝湯 趁那個蛋還非常有 就是液態的感覺的時候 完美 完美 就是完美 餛飩 炸菜 蛋包 感覺樣樣都很簡單 但樣樣精心製作 堅持老味道 合在一起 卻是如此不簡單 難怪經營時間那麼長 因為這樣的味道 就算早中晚餐加宵夜 都吃不膩 美麗既又有本土文化氣息的蓮池潭 是很多高雄人平常散步 還有看夕陽的好地方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 蓮池潭它現在也已經是 國際級的滑水場地了 而這裡正在進行的就是 懶神滑水 今天也是Windy第一次要挑戰 這樣子的懶神滑水 究竟我會不會喜歡上懶神滑水 還是我會討厭這個運動 就要看Sunny教練怎麼教了 你會變成我的朋友還是敵人 也要看待會兒你怎麼教 會不會落水好不好 沒有…不要緊張 教練 我先請教一下 這個懶神滑水 可能大家會比較陌生一點點 可是對於所謂的拖挺滑水 就是在小船後面拖著這樣滑 大家比較熟悉 懶神滑水跟拖挺滑水有什麼不同 基本上是兩個最大的不同 就是說懶神滑水是比較環保 怎麼說因為拖挺滑水是 需要用到油料 我們懶神滑水是需要用到便利 對 再來就是說 兩個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動力來源不同 拖挺層是從 它是從船後面把人拖起來 懶神滑水的話我們可能就是 因為速度一樣 拖的方式是往上拖的 所以說只要是你初學者 我們教練有教的話 其實都很好容易上手 好啊 對… 好消息 教練請教一下 我現在要 接下來這一塊就是我的夥伴了 是不是 是的 它是待會我要跟它共進退 一起在整個蓮池潭遨游 我要先做什麼樣的準備 或是練習呢 我們這個板子 一開始它叫做櫃板 櫃板 對 顧名思義就直接 我們直接櫃上來 櫃這個洞洞嗎 對 膝蓋直接頂好這邊 對 所以我等一下是先用櫃的方式來練習 而不是用站的方式來練習 對 為什麼要先從櫃的方式開始 是我們先用櫃的方式 最簡單的方式 先出去 我們感受一下整個 我們懶神滑水的拉力 以及看一下我們所有這些浮球 之類的去感受一下 回來之後我們再換進階的 寬板來做練習 跟寬板滑水相比 櫃板更安全更容易上手 秘訣就是壓低重心小腹用力 用身體的核心力量去保持平衡 就大致沒問題了 當然碰上障礙物時 也要善用轉彎技巧 拉 沒錯 你可以把你右往左邊去 沒錯 好 拉右轉 試試看 拉到右側 右側 沒錯 好帥喔 怎麼這麼帥氣 陸地模擬練習得差不多 就可以準備挑戰全長 530公尺的滑水路線了 懶神拖行 要快要慢 透過控制檯面板都可以調整 所以控制室裡的教練 其實也很重要 Windy還是新手 希望教練取一個入門速度就好啦 好 現在準備好了 可是我很緊張 因為教練說一圈差不多要63秒 所以我要就是小腹用力 手臂用力 整個人都要非常地專注 在我的這塊板子上面 要撐63秒這樣子 或者要3秒鐘可不可以 好 I'm ready 我可以了 好 準備囉 好 好 好緊張喔 來 3 2 1 出發 來 手臂往外壓 對 工具球 從去用工具 對 很好 雖然緊張 但畢竟Windy那幾顆運動細胞 還算不爛 直線 轉彎都一次OK 但是眼看一圈滑完 導演怎麼沒有要讓我靠岸的指令啊 對啊 好 但是沒有要停啊 我基本上不會停啊 什麼 原來懶神輪替運作的狀況下 機器是不間斷的 要停只要靠近岸邊時 自己放開繩子就好了 教練 這要少講啊 可以讓他摔水嗎 可以 可以喔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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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游回來 可以啊 累嗎 可以 可是我覺得我的手快斷了 對 因為妳很緊繃 做得很好 做得不是兩趟 對 因為導演不很卡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一再也告訴大家 我一再也告訴所有台灣的觀眾 還有所有要當外景主持人跟觀眾 那個導演 你知道我手快要斷掉了 我知道我表現就變了 問題太強了 真的 我得不得喊咖 這樣子一圈下來我頭 手快要這樣 你想一想 小心這個人好不好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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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但是 我是不是表現傑出 是 不要落水 兩圈 但是手很痠 大概從現在開始 差不多三個月不能打麻將了 我想 差不多這樣子 教練我表現如何 超好 Windy的貴板處女秀表現還不賴 但是真正難的是接下來的戰板 因為平衡技巧完全不同 究竟能不能像剛剛一樣成功呢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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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扣倒了 好瞬間的事情喔 這種感覺就像那個 你在咖啡廳跟人家提分手的時候 你講的是我們分手吧 然後那個對方就一杯咖啡 往你面上潑 大概差不多 好 就這麼突然好不好 3 2 1 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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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前面了 在現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是聽不太懂教練在講什麼的 好 無話說得好無三不成立 剛剛第一次第二次都沒有成功 但是第三次呢 我們就要儘量 記取前兩次的教訓 那這個Depra第三次 不成功 變收工 好嗎 好 不錯 漂亮 厲害… 厲害 厲害 還好還好Windy沒有砸了自己 運動小魔女的招牌 戰板滑行體驗成功 不過剛才跪板兩圈手太痠 加上過彎處需要更好的技巧 所以這次沒能繞行一圈 但是也很過癮了 還不賴 差不多 你看我就說每次發下好雨的時候 無三不成立 給自己勉勵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做得到 站在板子上面那個刺激感 然後水花噴溅的感覺 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刺激 而且很有成就感 那其實你看我這樣練習喔 而且我前面都還沒有受太多的訓練 腦少嫌疑的運動 而且它的運動量真的非常大 你還可以兼游泳 就是兼練習游泳 運動量非常多 不過呢 每一個人都應該要相信自己 你絕對有潛能去完成任何極限運動 超好玩 當然小孩都可以來嘗試 比拖挺滑水穩定 比衝浪安全 只要敢嘗試 全人都能來體驗染神滑水 練久了還能試試看轉圈 或跳水台的動作喔 說到這個 當然就要同場嘉義教練 Pro等級的水上隱私 又是足了 比衝浪安全 太難了吧 非常適合 比衝浪現在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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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運動完之後 我們一定要來補充一點熱量 就在我們煉翅攤的旁邊 這一間英式的餐廳 一定要介紹給大家 因為其實在高雄 可能這種英式 非常道地的餐廳 是相當少的 尤其這間餐廳 它的氣氛非常好 是整個貨櫃改建而成的 真的很有那種在國外酒吧的味道 而且它的老闆也是英國人 所以它的菜肴 都非常非常的道地 隆重跟大家介紹 如果你到英國去 他們的平民美食 French & Chips 就是英式的炸魚薯條 真的做得很英式 因為我在澳洲還有其他地方 看到的英式炸魚薯條 他們的炸魚都是小塊式的 但是正統的英式炸魚薯條 是這種大片狀的 然後他們這個大塊的鱈魚 是每天新鮮進貨 每天新鮮去魚市場買的 很漂亮喔 太低了 我跟你說 吃太大口了對不對 沒有關係 而且運動完之後 我們吃東西 就知道這麼的豪邁 沒錯 而且這個炸魚 每一絲魚肉條理裡面都有汁 一層…的好汁喔 旁邊搭配的這個薯塊 實在是要讓大家就是 運動完之後不顧一切熱量 很讚 然後上面它不管是 撒的粉還有鹽 都非常的平均 炸得好好喔 我以後自己在家做薯菜 做薯條為了要切這麼大塊 因為大塊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裡面有很足夠的空間感 讓你慢慢享受 香鬆的薯塊 單吃過癮 還可以試試正統英式吃法 沾醬吃 紅酒白豆醬的濃郁 塔塔醬的清香 都讓人停不下來 除了薯塊 還有一道美洲必點的人氣選項 就是起司肉汁薯條 起司肉汁薯條也好誘人喔 他們在用起司 好像起司不用錢一樣 整個淋上去耶 所以你吃到最後一根 都掛保證 一定有起司跟肉汁 好好吃喔 跟薯塊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你看他們薯條 有先撒一點點鹽 所以它鹹度淡淡的 然後肉汁裹在外面 最後再裹起司 然後你不要看它起司 怎麼這麼濃郁喔 其實吃進去是很清爽的那一種 就又有起司的香味 可是又不會讓你覺得 吃了之後好像很膩的那種感覺 肉汁是淡淡的 然後那個鹹度 我覺得控制得也很好 非常讚 香濃卻不膩的起司 讓人筍指再三 而另一道也會讓你忍不住 一直吸吮手指的 就是這個炸雞翅了 肉飽滿又多汁 外皮帶著烤肉般的香氣 真的會一隻接一隻 停不下來耶 而且這間餐廳 不只美食誘人 氣氛也很讚 有英式小餐館的時尚 又有美式酒吧的放鬆 結合蓮池潭風光 多種享受一次滿足 還有什麼好挑剔的呢 這次在左營 玩了熱血運動 吃了很多熱呼呼的美食 但真正讓人溫暖的 不只是這些事物本身 更是高雄人的認真與專注 他們不斷的要把家鄉風光 傳統小吃推薦給我們 那樣的執著和自信 才是最動人的